刚刚升为高22年级学生的安娜 最近麻烦接二连三找上门 先是做了学校大魔王的小跟班 再是被这位别称暴君的周景瑶欺负到了极点 虽然中间被他救了好几回 但是他安娜对天法时 他在看到周景瑶对上了校园内 那只传说中的大黑猫石 内心真的没有一点波动 甚至还有眼想发笑 因为这两个跨越过种的存在 真的太相似了 结果这场战斗 以安娜的受伤而告终 看着周景瑶纯熟的手法 安娜忽然对眼前这位男生 悠然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既可爱又有点帅气 原来他并不是那么凶神恶煞 且无理取闹的人 原来他也是可以有这样温情柔和的一面 于是乎安娜脱口而出了一句 这样的周同学我真是挺喜欢的 结果话一脱口 空气突然就变安静 安娜自以为都惹恼了周景瑶 而周景瑶其实只是单纯觉得这样说话 这个表情的安娜真的太犯规了 而这一幕画面却对周景瑶的好机友 以及欧娜的好闺蜜看在了眼底 为了帮助这两个感情时钝的大傻瓜 早日意识到自己对彼此的感情 小雅决心在接下来的话剧记上通过暗详相操作 让他们近距离地接触 使感情快速升温 可是毫无疑问的是 人算总归不如舔算 看着与自己人设相反的话剧角色 周景瑶和安娜两人会有何打算 情商为负值的两人感情长好 又将什么时候才到头 暴笑的混搭话剧 马上就要拉开序幕了 《蜜唐方城市》七到九漫画来源 有邀气《蜜唐方城市》 下周继续 本漫画来自有邀气 漫画内容已或版权方授权 请勿擅自转载使用